小麦 小麦 停停停停 怎么样 咱们出去吃饭去 今天笑不合就回来了 还要请我吃饭 有什么好事 咱有好事 而且是两件 我猜猜 你的大作完成了 你怎么知道了 你脸上写着呢 是吗 我今天啊 第二篇小说已经开头了 第一篇呢已经寄出去了 估计杂志上很快就会刊登的 真的 太好了 这下你可熬出头了 先别着急 第二天呢 你再看看 再看看 我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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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吧 我有房了 真的 林牧师真的 在哪儿啊 快来个人把这个给搬走 我说这林大知识分子 你也不说搭把手啊 各司其职能找多劳吗 我说你这辈子可真是捞着了 你家那个王小麦就是个木桂英 林牧走了 木桂英叫我 来了来了来了 师傅 农民学院家属院 哎哎哎哎哎 不是去我学校吗 干嘛回家干嘛 去你们家拿 拿咱们那点东西啊 哎呦 那点东西我找一个时间 啊 我明白了 你这个公社社年小东西是 你是想回去 显摆显摆咱们搬新房子了 去 走 把那箱子放好了 别车一走掉下来了啊小伙子 好嘞好嘞好嘞 哎小麦 哎 你这是搬家住新房了 哎呀旧房旧房 哎呀现在的小年轻人啊 能有一间独门独户的 已经不错了 可不是吗 我现在呀知足了 哎呀 那太好了 谢谢你啊 回去也不能 都是一个人 妈 我们走了 好好好 你这是干什么呀 回来收拾一点小林碩 来 抄家呀 啊不 是搬家 往哪儿搬 往林沐学校的宿舍呀 这么大个事怎么不打个招呼呢 别在这儿嘚瑟啊 嘚瑟什么呀 知道是往破桶子龙搬 不知道还以为往中南海里搬呢 我马上就好 快点 就办吧 别在这儿现眼啊快点 哎差不多了吧 那咱走了 快点 来 快点 快点 我来了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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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大了个脸 什么怎么着 舍不得我大嫂啊 拿倒吧 我舍不得她 她走到远远才好呢 我眼不见心不烦 还有你啊 正整一年了吧 你老婆肚子没动静 再回不上你也给我滚 你说我考虑也高兴那么活 你又提着肚子的事 那 那我能控制了吗 那中药汤呢 喝的那中药汤 都快能在里边洗澡了 它就没动静 我怎么办呢 真是 没一个让我满意的呀 好 好 床也好 林沫 在这大北京城 咱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 想干什么 哭 我想好好的 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怎么 你笑话我 不 我不笑你 你先坐下 这些年啊 你睡过阳台 睡过过道 睡过加工间 今天你就是哭也好 笑也好 我都能理解 窗户也关好了 门也关好了 你想怎么哭就怎么哭 把所有的委屈 统统哭出来 啊 你怎么哭了 你怎么哭了 我哭不出来 我凭啥哭啊 今天是咱们的好日子 我应该笑知道吗 笑 对 应该笑 你知道 我还想干什么吗 干什么 睡觉 我要在属于自己的屋子里 好好地睡他一觉 睡个自然醒 睡个天文碟 睡着不起床 我帮你铺床啊 小妹 请吧 我们的生活 成了一样 成了一样 小妹 来了 看得出来啊 这住楼房的人啊 劲儿不一样 这浑身上下呀 都透着这高兴劲 小妹啊 你刚说要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想跟您商量一件事 商量点事 你又想算计我什么呀 看你说的 我想在咱们院 家租四间房子 你租那么多房子干嘛呀 扩大规模呀 你这叫扩大生产 一看就是老生意精 你这扩大了生产 这没有生意怎么行啊 你规模扩大了 大生意自然就找上你了 是吧 所以我就想在咱们这儿啊 在家租几间房子 合同上写了 随行就事 我就想呢 一间房子给您四十块钱 您看行不行 小妹啊 我早就说过 我就愿意跟你打交道 那你看租哪间合适 你仗义啊 我也仗义 这样 我呢 就回那个正屋去做饭 我把这个东西厢房的房子呀 全都给你 怎么样 这当然好了 爱婶 可是合适吗 这有啥不合适的 咱俩谁跟谁呀 就这样 那好 就这么定了 好 就这样 周英俊呢 问你呢 你家年轻帅哥呢 看见没 他才没养片 人家就不待见他了 别嘴 什么地方 你扎扎糊糊 你这问一下嘛 你爸走了一年了 在这一年里 你们每个人表现得怎么样 你们自己心里都有数 李沐 对 现在有自己的房子了 以后啊 更要把心放在教学和创作上 别把那屋子弄了 跟那个安乐窝似的 成天腻腻歪歪的不死进去 妈 不是安乐窝 是普通的筒子老 听着就行 还有你 王小曼 别光顾着挣钱 瞎折腾 不干正事 你的正事就是把林沐伺候好 您放心吧 我会把他照顾好的 周英俊你怎么没来啊 他 他学校忙 他忙什么他忙 他比校长还忙啊 从他结婚到现在 没见着他半个人影 今天这么重要的事 他都不来 他还是不是我们人家的女婿 别因为他比你小了 你就惯着他 这个婚姻深姿已选择的啊 好以不缓自己的名 你哭什么呀 这男人就是要管 不能惯的 要不然 二嫂给你交两招啊 闭嘴 有底什么事啊 还有闲心管闲事呢 我问你 当初你口口声声地说 一年之内让我抱上孙子 这时间过去了 孙子在哪呢 你们都是成家的人 我不想再管 我也管不了 但是我希望你们在你爸爸的 墓前记住了一句话 不管走到哪儿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能给我们林家丢脸 都听清了吗 咱都听清了咱都听清了そ 漂亮